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不是理工科的 是艺术类 体育类 这些其他方面的专业人士 他们的申请是怎样在上诉以后得到AO的批准呢 因为如果你的申请是由移民局直接批准的呢 批准就批准了 你不知道移民局具体说是为什么理由批准了 那你批准了就好嘛 那么如果是申请一开始被拒 然后你上诉以后得到批准呢 那么这个AO呢 他会公布具体的经过审理 看到你有什么样的证据 为什么你的申请能够得到批准 所以呢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具体的事实和国际 第一个这个案例呢 是有一位来自欧洲的运动员 他做的是一个很小众的一种体育项目 类似B球 但是和一般的B球呢 还不一样 那么这个申请人呢 在这个项目里面达到了只有很少一部分百分比的人 才能够达到的顶峰位置 有国家级或者国际级的影响 他的EBYA杰出人才的绿卡得到了批准 那么参考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不一定要是奥运会项目 对于运动员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说 你如果做的是比较小众的项目 也一样呢 可以根据自身的成就这个证据报道 然后呢 来得到批准 就是说呢 当然你这个工作理论上说 需要对美国的利益有帮助 但是呢 并不一定要像是田径游泳等等 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项目 比如说呢 我们过去曾经为中国向其骑手 围其骑手啊 等等 像这样的这个专业人士取得了EBYA杰出人才的美国绿卡批准 下面一个案例呢 是说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体育解说员 他是足球的解说和评论员 他的EBYA杰出人才绿卡得到批准 提供了什么证据呢 还有关于他的媒体报道 还有呢 他发表的专业的在期刊上对球队的评论分析 还有呢 他担任裁判评判他人工作的证据 他在若干的奥运会和其他运动会上 曾经担任过体育记者 评论员 还有解说主持 这个呢 是重要职位的证据 另外呢 他有自己的专注 自己的博客 有很多访问量 也有若干的媒体报道 这些呢 在综合评定他作为杰出人才方面也起到了作用 那么这个参考意义呢 是这一位申请人他是体育类的 但是呢 他本人并不是运动员 并不要成绩特别突出 而媒体报道是很重要的 大家知道呢 过去奥委会的主席叫萨玛兰奇 他是运动员出身 但是呢 他在运动员期间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 一样 但是他成为奥委会主席 那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职位 从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体育成绩是一方面 但是可能还有别的能够替代的证据 下面第三个例子 申请批准的杰出人才 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厨师 他呢 在世界烹饪比赛里面得到了不止一枚金牌 有相关的报道来证明不仅仅是证书 还有呢 他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呢 担任评委 评判了其他的分领域的厨师的工作 然后呢 他有高工资的证明 通过交税记录来证明 他还被邀请呢 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来表演他的厨艺 然后他还是一些协会的会员 曾经在一些饭店担任主厨 这个人的申请也得到批准 当然我们知道呢 这个在中国有很多厨师 但是这个人明显呢 他有各种证据 表明他是最杰出的那少部分之一 这个意义呢 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比较民族化的领域 包括你做这个中餐的厨师 也可以证明国际影响 但是呢 要有相关的证据 下面第四个例子呢 是一位来自欧洲的华冰教练 他以前是运动员 后来呢 做青少年队伍的教练 然后队员呢 在准备说参加重大比赛 但是还没有参加 移民局和AAO杀素办公室呢 都认定了说 他以前做运动员的成绩 现在呢 作为教练员来申请绿卡 那不能直接用 但是呢 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是优秀教练 那么就有可能得到杰出人才的批准 提供了他做教练和管理工作啊 这些方面的证据 然后申请最后得到了批准 那么这个参考意义呢 是说先做运动员 然后再做教练 这样的人很多 是吧 以前的成绩 媒体报道等等 仍然可以使用 但是呢 你需要证明你成为教练以后 有了新的成果这些证据 接下来呢 还是体育类的第五个例子 有一位巴西的游泳运动员 曾经得过奥运会的奖牌 然后呢 他在申请的时候呢 说我计划将来还代表巴西 不是美国参加奥运会 移民局认为呢 这个人没有达到长期的成就名声条件 也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他会在美国继续从事他的专业领域 所以当时呢 申请被移民局拒了 上诉以后呢 上诉委员会AO认为呢 他有奥运会的奖牌 这个呢 算是one time major award 然后就不用满足其他的三项条件了 然后呢 他自己提出 虽然目前还在备战 代表巴西参加奥运会 但是将来计划代表美国参赛 上诉委员会呢 认为这个呢 就足够了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未来对美国的正面意义 比如参加比赛 或者培训运动员 这些呢 是可以被考虑的 不需要说你现在已经在美国工作 现在人在中国 在美国以外工作 是可以的 只要你提交这样一个有说服力的计划 好 那我们讲了五个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稍微中断一下 在这个视频的下片 会另外再讲五个例子 好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